Hello, 大家好, 我是 TF 今天和大家討論 Tiffany & Co 各個手牙款要怎樣選擇 喜歡的話記得 Like 和訂閱我 Tiffany & Co 對比其他品牌 主要是強調簡單的線條 整體都是以流線型的設計為主 其次手牙款都是走厚實路線 有相當的厚度 其他大品牌多數薄到一陣風 品牌整體的優勢就是 有比較多簡單粗的設計 第一款, Lock 系列 是繼 LVMH 集團收購後 2023年最新歷作 採用鎖頭造型和獨家開口設計 固, 原來很多外國人對這個 是加很多分, 生固 半邊粗新, 半邊右新 以一粗一幼, 一方一圓 和材質的差異來呈現立體感 分別有無鑽, 幾粒鑽, 半鑽和全鑽 半鑽款亦是 Tiffany & Co 近年 比較有標誌性的設計 Lock 系列尤其適合 Formal Wear 或者誇張系的穿搭 用低調的配色 反襯這些浮誇的時尚造型 配 Casual Wear 就真的比較弱 第二款, T1 系列 是手握的厚度, 份量感十足 但宣傳只要不時見到這款 扣口未扣實 粗心大意的朋友就真的多加留意了 T1 系列算是品牌中比較花巧的設計 同系列的戒指一套 出塵氣質又活靈活現 Tiffany & Co 的設計可以分為 方形和圓弧形 Lock 系列和 T 系列 是屬於方形切割的路線 接著來到圓弧形的系列 第三款, Hard Wear 系列 推出於 2017 年 先後由 Lady Gaga 和 Black Pink 的 Rosie 代言 根據 CNBC 新聞報道 Hard Wear 系列在 2021 年的營收翻了一倍 算是品牌硬推, 一推再推成功的例子 整體是以 U 型環購組成的金屬鏈款 粗度、長度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能夠在手鏈和頸鏈款之間互換 百搭性相當強 Hard Wear 系列我個人偏好 Casual Wear 是比較有風格的路線 Formal Wear 官方造型是挺好看的 我自己穿出來就不是那回事 可能我面太大的關係 順帶一提 曾經推出過的黑色泰金屬版 真是很好看, 不能錯過 黑色泰金屬配玫瑰金再配鑽石 真是不得了 第四款, Knock 系列 是以成結作為主要的設計元素 我一直等它出 White Go 結果不斷被其他新款打尖 遲遲都未上 Nord 系列的 Rose Go 和 Yellow Go 真是比較女性化 我自己就一般 第五款, T Wire 屬於初代 T Collection 的產物 是由前任設計師 Francisco 負責 現在已經轉往 Louis Vuitton 發展 設計路線是以簡約的線條和左右對稱的 T 字為主 Franciska 的設計都是比較簡約 Classy 十年前的設計, 現在再看都不會覺得過時 近年可以見到品牌的營銷中心已經不在這系列上 雙 T 款隨時都可能跌入減產或停產的名單 喜歡的朋友快點買 好了, 我們今天很快分享完 Tiffany & Co 的手押款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 我是 TF, 我們下次再見